接著讓我們歡迎下一組 鄉中生對於食物外送品來自打印度與忠誠無敬的關係 以台南一中學生為例 好了 大家好 我們是金融 可是瑞號菜品來自 那我們今天的題目要給你們介紹的是 包裝生對於食物外送品來自打印度 按錯片了 來 我們論文的架構是 陳妍 對 那也是文獻的探討 然後設計我們的問卷 然後呢 發發外面之後 最後提出我們的結論 所以我們要建議這三個 然後呢 我們研究動機 就是 人沒跟他都吃飯了 所以台南中學生也不例外 中午的時候 我們發現 附近大附近 超好用 點一點食物就來了 所以我們是想要知道 這個東西真的有多好用 那它是用哪一些因素 我們推測一些因素 然後想要知道這些因素 是如何影響我們對這個平台的滿意度 然後我們的滿意度 是不是有影響到我們在平台之間的選擇 所以我的研究目的 就像我剛才講的 知道我們假設的個別因素 對那個 學生的滿意度之間的影響 然後學生對食物外送平台的滿意度 會不會影響到他們對這個平台的狀況 那我們的研究架構就是 先確認我們一開始就有什麼 然後我們收起我們需要的相關資料 然後確定我們的動機跟問題之後 進行我們搜尋標的資料的直線探 然後做一些電影標準 然後設計我們這個 需要的溫卷 然後發放他們之後 回收我們溫卷 分析溫卷 提出我們的建議 還有解決 好 現在是文獻文庫的部分 實外送平台呢 有三個元素 第一個 就是App App是什麼呢 手機嘛 手機裡面的應用程式 應用程式就是幫我們 做 抗爭網路上的工作 能夠更容易地進行 所以我們需要App 那付費答案 付費就是 用來訂購餐點的時候 很容易使用的一種 應用程式 那麼什麼 雙邊平台呢 就是第二個元素 雙邊平台就是讓 兩個以上的經濟 然後可以進行交流 跟交易的地方 然後 然後 負邊的Hunterings 剛才是創造了 商家 顧客 還有外送人 之間的交易關係 來這個 共享經濟 共享 分享 分享就是怎樣 更沒有負擔的 提供支援 更有效率的 運用支援 所以 除外送人 所以他會留意 這三種方式呈現 第一種 person to person 各種對各種之間 直接 要聽利率的 租賃或是借貸 第二種 提供 自由業者 工作的選項 工作的機會 第三個 幫自由業者送業者 在家工作者 他們有一個 共享工作的空間 那麼 除外送品 平台裡面的外送員 外送員 店家 還有 顧客 之間的媒介 就是一個平台而已 減少 所以可以有更低利 更直接的效率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 食物外送品牌 在台灣的法令 首先 目前食物外送品牌 在台灣主要有兩間 一間叫Google 一間叫Google 那這兩間 Google 是在2020 進入台灣 Google 他是 Google 是在2016年 Um 自從他們需ателей之後 台灣就開始 使用這一個 新興軟體 直入他們的業 42 在2011年 Google 總共是在 5 Google 他們這兩間 Carbon 房子其實差不多 那在多分活動的方面 無費多了一個叫做定期位置 定期位置是什麼 定期位置就是一個 它可以讓消費者在訂購的時候 可以打到米運費 以及他們在 訂購時侯的時候 可以有更多的 一個多分活動 那接下來下一個是運費 這兩圈運費也是都市場多了 那很多人家是 無費多大約有5萬 無費多大約有3萬 我為什麼會查這麼多呢 這就是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 無費多它比較早是在外市場 所以它有更多的機會 去跟餐廳去簽訂期位置 第二個原因就是 他們今天的政策是不一樣的 UberEats的政策是 希望他們能夠提供他們的數量 讓消費者有更多選舉的空間 那UberEats是希望他們 簽訂的期位的店家 是有一個高名字 他們在簽訂任何 與店家的期位當中 都會先經過大數據的分析 接下來他們會 與店家經過多次的討論之後 才會簽訂一個 既然 接下來要講的是 屬外送平台的營運模式 有3個 第一個是雙邊平台 雙邊平台就如同我們剛剛研究者所講的 就是 外送平台成為雙邊平台的角色 聯繫成為一個媒介 聯繫著消費者以及店家 使他們執政的交易模式 可以更加直接 且不用扣過他們之手 第二個則是共享經濟 共享經濟就是指 將神職的老公集時間 拿出來 將他們利益追到好 讓他們沒有 就是沒有 不必要的浪費 然後第三個是 O2O模式 O2O及的Offline廠航班 他可以有稍微連接在線下的消費者以及店家 透過在線上的 十萬通平台 達到更有效率的交易模式 接下來是溫訓的設計 我們研究的對象 包括文件對象是談戀愛中在學學生 時間又有兩個禮拜 並透過生活模型 以及真正錯誤網關兩位學者 理論作為基地 生活模型中 那個有五個面向 有 有行性 很好性 保證性 移情性 以及回應性 而真正錯誤網關兩位學者 對於食物外送和滿意度 分別接觸了四大的面向 食物 價格 服務 便利 透過這幾個理論作為基地 並且結論理需客的代表 進行量化的分析 我們期望了解三個不同的構面 特別為品牌形象 服務品質 以及app的認知用詞 今天是五個研究講說 我們認為三個構面 也就是品牌形象 與他們的整體滿意度之間是有正向關係 第二個 我們認為他們的服務品質 與他們的整體滿意度 也有正向關係 第三個 我們也認為他們的app 他們的利用性 與他們的整體滿意度有正向關係 第四個 我認為他們的整體滿意度 對於他們最後在做選擇 也就是他們的重程度之間有正向關係 那下一個我們來講教我們 首先是名詞定義 滿意度是什麼 滿意度是指我們消費者 在使用這個東西的滿意程度 那品牌形象 品牌形象就是包含他們 各個品牌所有的優惠活動 優惠政策 以及他們在外的外在形象 就是他們在社會上所做的一些行動 那今天第三個是服務品 服務品就是外送人在服務裡的過程中 所給予的任何一個感受 包含他們在外送食物上的食物完整器 以及他們在把食物交費給消費者之後 所對的服務態度 那第三個是App的自己用心 App的自己用心就是指 他們在設置那個App的時候的 擺麵跟介面 是不是適合一般消費者的使用習慣 那第四個標準化系數 標準化系數是指我們的 自變數、異變數之間的 標準插動之後的比例概念 那以我們的研究模式就是 我們希望各個做面比例 最後的滿意度之間是有 就是有 我們到一半的事物之後 我們可以留長的相關性 最後調整後的相關事物補方 我們會將兩個數據進行回歸之間的分析 最後舉出來的相關事物這樣補方 然後為了趨近與人間的數據 我們再按調整 之後 相關事物調整後 相關事物補方 越高再兩個數據之間 管理器越長 好接下來就是敘述組織的部分 在兩個禮拜的時間內 我們總共回收了355分目卷 其中326分目卷為有小目卷 29分為有小目卷 29分為有小目卷 高一、高二、高三 分別收集了113人、164人以及49人 然後這邊是我們統計出來的表格 下面這個表格是 先進行性效度分析 首先進行效度分析時 首先進行效度分析時 我們要先計算出它的KMO值 我們透過SPSS統計軟體 計算出來的KMO值為0.874 高於0.6 因此我們進行效度分析 接下來進行bradlet的求情檢定 我們透過SPSS統計出來的bradlet值值為0.000 審視非常顯著 P值少0.01 接下來我們將各個後面 所統計出來的數據 與整體mineA2進行統計 然後讓他們三個公平的解釋片一樣加起來 高於標準則50% 我們統計出來的解釋片量 是15.59% 透過這三個分析之後 我們可以證明我們本來就有效度 接下來就是性度分析 我們採用CROPα的相關係數 來檢定我們研究內部的引擎系 但CROPα值代表0.70 就代表良好的性度 而我們透過統計軟體計算出來的 KROPα值為0.816 可證明研究具有一定程度的性能 接下來這次進行可貴執行分析 這也是FuPanda的數據 FuPanda的調整過後的相關係數平方 在三個公平分別為0.315 0.411 以及0.246 而這三個的顯著性分別都為0.010 接下來就是UberEats UberEats的調整過後的相關係數平方 在三個公平分別為0.25 0.521以及0.123 顯著性之後FuPanda的量都為0.010 接下來是假說檢定 我們第一個提出來的假說是 品牌形象與消費的哪一度之間有正向的影響關係 我們從這個表格可以看到 FuPanda的品牌形象的相關是 數平方後的數值為0.315 UberEats為0.2 皆為低度相關 或是這兩家外送品牌的著重於品牌形象方面的提升 是較不能有效且明顯的影響到消費者的整體環境度 第二個則是 就是服務平均 馬一度之間有正向的關係 從這個表格可以看到 FuPanda的服務品質的數值 0.415 UberEats為0.521 皆為中度相關 若是這兩家外送品牌 帶服務品質的露面進行提升 是可以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到消費者使用過後的原因 第三個假說是 或者App的任機用性與消費者馬一度之間有正向的影響關係 這邊FuPanda說統計出來的App的任機用性的相關需求比方為0.246 為低度相關 或是FuPanda在任機用性這個方面進行普遍的話 是較不能影響到消費者馬一度的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UberEats在App的任機用性上數值為0.123為中度相關 比起FuPanda來說 或是UberEats和任機用性這個方面進行提升的話 是可以比FuPanda較有效的影響到消費者馬一度的 而第四個假說 石花松品牌帶給消費者的綜合馬一度與中程度之間有正向影響關係 我們透過將326分文件進行 就是平均後 將他們的馬一度分數平均後 我們可以得到FuPanda的整體馬一度分數為3.67 UberEats投了3.79 但在最後統計中程度的選擇人數十 FuPanda只是86 UberEats是85 所以即便 UberEats在每個後面上 基本上都勝過FuPanda 但是最後選擇人數學的商機 好的 這就是我們進來我們的結論 然後我們建議了 對 UberEats投了3.79 好的 所以我們呢 剛才也提到了 服務品質它的相關係數 在我們所有假設人數以外 對付的相關係數是最高的 所以如果這兩家出貨商品牌 他們想要提升台南醫中學生 對它的馬一度提高程度的話 他們最需要提高的成分就是 服務的品質 然後呢 可是 要有地方在於 UberEats的整體滿意度 是比FuPanda還要高的 但是選擇FuPanda就是86 我覺得UberEats的就是85 差了那麼一個人 FuPanda還是比UberEats高 可是 就科目的假設不一樣 我們原本認為 滿意度的提升 應該跟對於中能度提升有幫助 但是實際上 似乎在台南醫中沒有這個影響 所以他為什麼這樣 當然是破噴 我們認為為什麼我們的假設人 最後的實際結果是有點註查的 原因是因為多兩人 第一個就是因為高三 因為便宜他們快要畢業 以及他們還要不便吃早 所以很多有請常家 那所以我們高三樣的數 就沒有像高一高一樣那麼多 第二個原因是認為 我們的問卷設定當中 我們的皮數有可能不夠多 或者是不夠完整 我們希望在未來的援助當中 可以提升我們的各個 提升更多後面 以及讓他們的進步有更完整 這樣 我相信他 這份問卷的結論 與他們的 那個 假設會有比較 更高 更高的執行度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